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的繁星 讲真实的历史,我是老陶 上期我们说到 李仲仁在湖南的战事初起之时 兴冲冲的来到广州 要推动国民政府北伐 但是等李仲仁到了广州以后 与各方一轮会谈下来 结果不禁令他大失所望 此时广州各种势力互相角逐 政治局面非常的复杂 翁金卫远走欧洲 虽然蒋介石已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 可是他实际能够控制的 也只有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 那么我们是时候来盘点一下 国民革命军的家底了 这也是孙仁山去世以后 留给国民党的遗产 到1925年5月 北伐正式开启前 广州国民政府拥有 七个军的战斗序列 按照军内的地域和来源 可以分为黄埔军 粤军 湘军 滇军 以及贵军五大系列 我们先看看黄埔军 属于黄埔军的是第一军 军长蒋介石 第一军最先由许同志的粤军 和黄埔军校学生组成 后来越军那部分被剥离出去 成立第四军 第一军就变成了纯黄埔系军队 这个军曾经在两次东征 陈炯明的战争中 立下赫赫战功 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 这支部队也是后来国民党中央军的班底 北伐以后 第一军军长由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何应清接任 此时黄埔军校毕业生 绝大多数还是下级军官 北伐开始时 黄埔军校的第四期还没有毕业 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指挥官 除有一小部分是刘日或者刘德的海归派以外 最主要的来源是保定陆军学校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是北伐的中间力量 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定陆军学校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袁世凯的天津小战练兵 1900年八国联军之遇 中国战败 签订了辛丑条约 规定中国不得在天津驻军 袁世凯于是把练兵地点 从天津小战搬到了河北的保定 1903年 袁世凯在保定开办陆军小学堂 陆军中学堂 兵官学堂 以及陆军大学堂 开启了中国正规军事教育的历史 1912年 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后 他把陆军军官学堂搬到了北京 在保定的原子 开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军校的学制是两年 外加六个月实习 1912年开始遭受第一期学员 到1923年保定军校停办 同时全国大部分的省份都各设立了一所陆军小学堂 学制三年 全国一共设立了四所陆军中学堂 学制是两年 然后从这些小学堂到中学堂 最后再到保定陆军学校足集折优录取 所以保定军校的学生都是全国海选出来的优秀生 前后一共要经历七年多的正规军事教育 学生的军事素养非常扎实 国民革命军中出自保定军官学校的名将有 李济生 张发奎 陈淑明 白崇喜 叶庭 唐生志 刘氏 熊世辉 陶氏月 顾祝彤 黄绍红等等 同时 北洋军阀里面更是有一大批高级将领 出自保定军校 相比之下 黄埔军校的前五期 每一期一共也只有半年到一年的军事训练和学习时间 黄埔军校只是一个培养初级军官的学校 就像日本同时期开设的陆军士官学校 都是培养基层指挥官的 这和黄埔军校如今在人们心中 高大上的形象是有很大落差的 黄埔毕业生在北伐开始的时候 担任团职的只有一期的孙元良和范汉杰 像胡中南 陈明仁 连连 这些一期生在北伐开始的时候也才是营长 他们还算是提拔的快一点的 绝大多数都还是连排级军官 黄埔生的职务大幅提升是在抗战时期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达到顶峰 后来流气冲天的林总要到1926年9月 北伐军拿下武昌以后才从黄埔四期毕业 进入第四军当了间隙排长 而一期的徐帅在北伐开始时还没找到固定工作 在各地方武装中跳槽来跳槽去 我们再回到国民革命军序列话题 说完黄埔军 接下来是粤军序列 粤军指的是第四军 军长李基生 粤军的前领导人是许同志 许同志在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时候 带领索部粤军脱离陈炯明继续追随盛中山 成立了建国粤军 1925年建国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在廖仲凯遇刺事件以后 花花太岁许同志被老蒋赶走 去香港当了一名宅男 蒋介石接手第一军并出任军长 黄埔军校学生毕业以后 第一军也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方向 后来第一军的原粤军部队 李基生的第一师 从第一军独立出来 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军长是李基生 李基生也成为粤军的第一号代表人物 第四军下下三个师 共十个团的兵力 第四军的指挥官都为保定军校毕业 军事素质过硬 战争经验丰富 战斗力强 为统一广东 特别是南征邓本英立下大功 是北伐的主力军 北伐中被称为铁军 军长李基生本人 虽然挂名北伐军司令部总参谋长 但他并没有参与指挥北伐作战 而是带着陈继堂的第十一师留守广州 其属下的陈明书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参加北伐 由于张发奎和陈明书在对待共产党的发展上持放任态度 共产党对第四军的渗透是最严重的 等到汪精卫在武汉决心亲共的时候 由于部队里的中共党员人数太多 张发奎还把军队划遍 以至于迟迟不敢行动 后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的主力 贺龙的新编第二师军 叶挺的第二师师 都是隶属于张发奎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大来源是湘军 陈前的第二军和谭延凯的第六军 都是来自湖南的客军 当年被赵恒帝伙同唐生智赶出湖南 到广东投奔孙中山 这两个军的战斗力一般 由于湘军和唐生智的这些过节 陈前和谭延凯都不赞成 去救唐生智而北伐 他们是希望等到唐生智被吴贝福灭了以后 再回去收复湖南 回家当主人 而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求陈前和谭延凯的军队不得进入湖南 双方的恩怨还在 也算是有来有往 国民革命军的第四大来源是第三军 滇军 军长朱培德 这个军战斗力一般 滇军当年参加孙中山讨伐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来到广东的 后来滇军在广州闹市被缴械 国民政府派由云南背景的朱培德来接收 只留下部分军官 士兵都是在广东招募的新兵 军长朱培德和朱德是云南讲武堂一期的同学 两人在学校并称模范二朱 北伐占领江西以后第三军驻防南昌 1927年1月朱德来了南昌 投奔老同学朱培德 朱培德任命朱德为军官教导团团长 以及南京公安局局长 这才有了朱德参加南昌起义 成为红军之父 所以国民党中也有朱培德陪朱德之说 国民革命军还有一个扶军 也就是第五军 军长李福林 该军由广州地方民团和社会闲杂人员组成 战斗力较差 只能算是地方保安团 该军留在后方没有参加北伐 国民革命军另一个重要系列是第七军 广西的贵军 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少洪 参谋长白崇喜 贵戏的三巨头都在了 这个军是新贵戏的全部家底 拥有十个旅 二十个团 四万人的豪华阵容 几乎占去了国民革命军总兵力 十万人的小一半 第七军在统一广西时 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 加上广西民风彪悍 骁勇三战 李宗仁自军严明 第七军是北伐的王牌军 号称钢旗军 比铁军更厉害 本来两广合并时 贵戏根据自己的实力 要求两个军的编制 可是广州方面只给了一个军的编制 虽然是一个军 但是实力依然是两个军的实力 李宗仁亲自率领十二个团的兵力 共两万余人参加北伐 另外八个团 由黄少洪统领留在广西看家 同时监视云南的唐继尧 贵戏在对待荣共的政策上 向来是非常敷衍的 别看李宗仁 黄少洪最后的结局都是投共 但那时他们可都是最坚决的反共分子 铁腕压制共产党在广西和第七军的活动 所以北伐期间共产党在第七军没有任何作为 以上就是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的全部家底 这些混击军界政界多年的大佬们 空谈起北伐的大道理来 那是各个口若悬河慷慨疾昂 一个比一个能说 一个比一个更革命 但是具体谈到出钱出力出兵的时候 那是一个比一个狡猾 各方的观点都是非常的一致 目前出兵时机尚不成熟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其实也不难理解 此时所有人都忙于争权独立 不愿意分出精力北伐 出兵可是要拼老本的 还不一定有取胜的把握 在这个节骨眼上 谁都不愿意去消耗自己的实力 李中文此时却是急得不行 他的部队已经在湖南和吴薛福街上火了 势如其虎 如果广州不出兵 广西就要和吴薛福单挑了 可是有人曾经说过 任何事务都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众人纷纷推托之时 难能可贵的是 就有那么一个实权人物 支持出兵 而且挺身而出 这人就是第四军军长李继生 我们下期接着聊